這款是一個玩加減乘槌的遊戲 如果小朋友未懂乘槌 我們可以玩加減 不一定要玩乘槌 不過懂得越多 就越容易去解體 越容易去操作 牌牌前後有不同的數字 我們隨便把牌放在格子上 我們要計算出來 稍後要紮色 稍後要計算出來 我們就可以走過去 要計算出來就可以走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把這些牌放好 如果牌子玩到熟了 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卡牌 變化就會比較多 就是這些人仔 我們從這裏就可以走走走走 圍著計算這些數 直至走到這裏就會贏 我們如何計算呢 譬如一次過每個人 就一次過摘六顆顏色 我就要想辦法 如何計算到11 要利用這些顏色 譬如我是8加2加1 就是11 我就可以走過去了 然後8呢 8的話 這裡是8 我又直接可以走 這裡剛好是5 這裡剛好有5 我可以直接走過去了 選擇了這一邊來走之後 就只可以走這邊 不可以走這邊又走那邊 就不可以 還有你也可以想想 有什麼方法可以用這些色 因為還有一顆還沒用到 你也可以想想 還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用盡色 就是因為越用得盡 就是用多一點 我們可能有機會會走得遠一點 越快到那個就是贏了 所以就要看小朋友 用加減成脆 總之計算得得數就可以走過去了 就是這樣玩這個 好